土豪今天来到了更大的豪宅 他打算做一个终极恶作剧 不过在那之前 他需要先把恶作剧的东西准备好 而眼前的这个七连船就是运输工具 他们打算乘船从湖面到达目的地 因为房子的其他地方都处于监控下 随着船的滑动 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远 为了保险起先 土豪特意放了一艘巡检船 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巡检船的新用法 就是用它来带动大船 虽然速度慢了一点 但是船确实实在移动 但是让刚吃奶的船出来打工 你们真的忍信吗 土豪这次主要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成功进入凯的房子 进行喷击 接下来就是潜入泳池中 将泳池染成红色的 接着就是接管对方的旗帜 因为旗帜是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标志 所以这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土豪还要保证自己的团队安全离开 并且不能被抓住 他们真的能成功吗 此时的船还在移动 虽然很慢 但是安全 但是可怜的巡检船 因为不堪重力 早早的就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他们的动作也越来越小心 缓缓地上岸后 他们向凯的房间前进 Lily由于身材轻小 所以打头阵 土豪中间 贝莉拿着工具垫后 很快地就潜入到了凯的房间 静静的是 里面并没有人 这样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方便 Lily和土豪在凯的镜子上 冲锋喷漆作画 Liz I think you're going to win Liz you just lost Wait Haley you could have hit right there You would have won Why did you miss that You guys are so dumb You guys are really sorry 贝莉也不甘计梦 为了不做电灯炮 贝莉果断地选择户外 起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者 不知道是在嘲笑凯 还是在嘲笑自己 里面的空间也不够 Lily发挥 他和土豪也转战到了户外 看来贝莉是无法躲过了 不一会儿 凯的窗户 以及镜子就被涂满了 各式各样的喷漆 而且颜色十分丰富 第一个目标 就这样简单地完成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凯迎面走来 土豪三人赶紧离开 等到凯进房间后 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 那就是把凯的屋子 都给他翻新一下 此时的凯一无所知 还在房间里玩着游戏 很快 凯的房间被涂满喷漆 土豪三人也打算 开始下一个目标 贝莉拿了一个巨大的黄筒 莉莉去泳池咬了一些水后 在里面喷满了红色喷漆 很快泳池的水 就变成了红色 土豪还特意地 下去体验了一番 但是屋里传来了一些动静 土豪三人只能赶紧逃走 第二个目标也很快地完成 接着就是霸占棋子 再次之前 土豪三人先来到了工具面前 挑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 接着莉莉拿了白色的棋子 铺在草丛上开始作画 而土豪和贝莉 将院子里的棋子降了下来 并把它扔掉 接着把自己的棋子挂了上去 虽然但是 这个棋子是真的丑 但是情有可原 毕竟时间有限 不过在升起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就在大家要离开的时候 贝莉发现自己的手机没拿 只好返回拿手机 土豪和莉莉则先去船上等待 此时的凯已经发现了 房间的不对劲 他看着混乱的一切非常猛逼 土豪和莉莉则已经到达了岸边 并成功上岸 此时只等贝莉拿回手机 而贝莉的情况并不好 因为凯已经发现了泳池变红 他十分生气 打算通知保安来把人抓住 而凯不幸地与他撞上 更不幸的是 凯手里拿着贝莉的手机 贝莉把手机抢了过来 开始逃跑 而凯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能逃离成功吗 此时的土豪已经开始启动船只 而贝莉在最后的一瞬间 将手机扔给土豪 自己则备胎抓住 看来这次挑战土豪失败了 想要看更多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